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時隔一年石頭家族性價比最高的 Qrevo升級版來了 AI機械臂CP王者石頭Qrevo Pro 全自動掃脫機 AI仿生動態伸縮機械臂 遇到牆壁,它就會自動伸出脫步 擴大清掃範圍 升級LDS、雷射導航 ReactiveTech精準測距不亂撞 十合一全能清潔充電站加入 45度雙通道熱風風乾 以及60度三段熱水洗脫步 更導入旗艦系列才有的AI負掃負托 當它偵測到地面特別髒 Qrevo Pro就會自動回去清洗脫步 而且重複清掃兩次 所以石頭Qrevo Pro 它可以保證每一次出發 脫步都是絕對乾淨的狀態 好,不囉嗦,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Let's go! 來,我們先看外觀 Qrevo Pro全機採用同樣純白條紋的簡約設計 它可以完全融入家中的裝潢 不會有突兀感 它跟Qrevo前一代的造型其實很像 但今年的Qrevo Pro 它的清潔座高度有稍微降一點 然後寬度也稍微多一點點 左邊是污水箱,右邊是清水箱 4公升的容量很大 我自己大概是5-7天才會換一次水 而且是天天少的狀態 水箱的上蓋有內建提把 直接往上拉 就可以直接拎到廁所去倒掉污水 中間是隱藏室的磁吸外蓋 容量是2.7公升 最長可以累積兩個月不用倒垃圾 好,接著來看Qrevo Pro 掃脫機的重點升級項目 我們把掃脫機翻過來看 Qrevo Pro的主刷是TPU膠刷 它相較於毛刷的優點就是不怕毛髮糾纏 前一代的Qrevo同樣也是採用兩塊圓盤托布 之前在清潔的時候 永遠都會在牆邊留下一道永遠牽不到的痕跡 所以這次Qrevo Pro它搭載了仿身動態伸縮機械手臂 當它走到牆邊的時候 就會自動把托布伸出來進行插邊 讓邊角的覆蓋率可以達到98% 那我們把托布拿掉可以發現 它是透過一條長長的電動軌道進行伸縮 那它平常的時候會縮起來 只有遇到牆邊或者是有固定物的邊緣才會伸出來 那有了這個伸縮機械手臂 它就可以做到1.85mm的貼邊清潔 而且清潔範圍會延伸到98% 那這樣子你家裡的清潔範圍 以前清掃不到的縫隙、死角 就可以全部都掃乾淨 Qreal Pro的吸力一共有4檔 它的最大吸力提升到7000% 比前一代提升到27% Qreal Pro的機身有內建水箱 它擁有30檔的水量控水調節 每分鐘也可以用200轉的速度去做旋轉 以及它在拖地的時候會有恆定的下壓力 所以它就可以仿真人的方式去拖地 可以保證你家裡拖過之後 地板不會殘留水痕 那其實實際上我覺得Qreal Pro它的升級重點是 中間檔的噪音變得很低 那日常掃拖就會變得很安靜 那對於我家裡這種全部都是木地板 中速的吸力其實綽綽有餘 以往的掃拖機在清掃的時候 都是採用Z字型來清掃 那這一次它有一個清掃方式 叫做緊緻型清掃 它可以直的、橫的、各掃一遍 掃兩遍就可以保障無時角的深度清潔 那你在App裡面就可以選擇地毯深度清潔 或者是掃兩次 它就會變成緊緻型 像我從App裡面看它的清掃路徑 每一塊區域它都會用兩種方向各掃一次 真的是可以掃到地板會發光 這一次QRiver Pro導入的是LDS雷射導航 那最有感的就是第一次開機的時候 地圖就瞬間做好一半 那它會馬上知道家裡的格局、家具的位置 大概10分鐘家裡整個跑過一輪之後 地圖就自動化好了 而且它還會自動分區 那最棒的就是它支援3D地圖 你看這個就是我家裡的地圖的模樣 整個就很厲害 那事後你也可以去編輯家裡的地板材質、磁磚的方向 而且你家裡如果是住偷天 你拿到不同樓層去 它也會自動辨識環境 它會知道自己是在哪一張地圖的環境裡面 那最多可以支援4個樓層的地圖 而且我覺得最驚喜的一點就是它會自動AI偵測禁區 比如說我家裡的客廳 門口那邊會有一個落成區 那以前的掃多機啊 會直直的衝過去 然後就掉下去 回不來 那這次QRiver Pro 在一開機的時候 它就自動幫我偵測這個地方是禁區 然後就幫我主動化好禁區 所以真的是非常貼心 QRiver Pro採用的是LDS雷射避障 它會不斷的掃描環境 而且是無視環境明暗 達到準確避障 那這邊我就直接擺正給你看 我在地面上放置了電線啊 拖鞋啊 盒子啊 襪子 都可以順利閃開 不過它唯一的死穴就是電線 一些細長的電源線啊 你還是要把它修好 那在清掃過程中 如果碰到地毯啊 預設其實它就是全自動判斷 遇到地毯 它就會自動抬身脫步 然後停止出水 然後又增強吸力 這樣可以避免弄濕地毯 又可以把地毯裡面的髒污清出來 那如果家裡是長矛地毯 你也可以從App裡面去選擇其他方式 看你是要全部繞過 還是直接穿越 然後停止清潔也可以 再來我們來看 10項全自動清潔充電座 它擁有4公升的超大清水箱 可以確保掃地機在清掃的過程中 橫濕拖地 然後5天到7天換一次水就可以 那它裡面也內建超大2.7公升的集成袋 最常可以達到2個月不用倒垃圾 那這個耗材也很省 那我覺得其實最重要的進化 就是它會自動髒污檢測 然後自動複脫複洗 比如說我家裡本來是天天會排層掃脫一次 但今天家裡的小朋友 過生日難免會弄得比較髒 所以Qreal Pro就會自動偵測重污染區 自動脫地兩次加自動回洗兩次 而且它洗脫布的機能也變得更強 當它回到充電站之後 除了自動集成之外 而且它還內建獨家的60度熱水洗脫布 有做家事的都知道 你用熱水洗油污除了更好洗更乾淨之外 那60度的水還可以順便殺菌 那Qreal Pro的清潔座還內建45度雙通道熱風烘乾脫布 每一次洗完脫布 它都會自動進入烘乾程序 大概三個小時就可以把脫布完全烘乾 所以你不用再動手拆脫布去曬乾 那Qreal這機器裡面也永遠不會潮濕發霉發臭 機身的下面也內建可拆卸的清洗脫布盤 那以前脫布清潔後污溝會留在底盤 那前幾代要用抹布慢慢的擦真的很麻煩 那所以這一次Qreal Pro可以整個托盤拿去清洗 那保養清潔就會非常方便 還有一個功能很少人講 但我覺得超貼心 Qreal這一次不只是支援快充 充電速度多了30% 而且它可以在離風的時段充電 清廉台電不是漲價嗎 而且還說離風時段用電比較省 所以Qreal Pro可以讓你回站清潔 半夜才開始充電 那這樣子就比較省電費 最後我們來附上石頭這一次 2024年的全系列規格比較表 如果你預算夠的話 就直接供頂 直接推薦S8 Max V Ultra旗艦 但是預算不足的話 我們就一項一項的來取捨 第一個是熱水洗多布 我覺得這是必要的 整個拖地的乾淨程度差很多 熱風烘乾、可塞式清潔盤 這個全系列都有 自動添加清潔液我覺得還好 我家裡平常也都是只用清水而已 自動上下水 這個需要拉水線 如果你家裡正好要裝潢 你就可以考慮 吸力我覺得7000PAR其實就夠用 如果你家裡都是硬地板、磁磚、木地板 7000PAR其實就夠了 拖布有伸縮機械臂很有用 再來是主刷升降是針對長矛的地毯 如果你家裡不是長矛的地毯 那就沒差 再來是看避障 Max V系列都是RGB鏡頭 Pro系列則是LDS雷射避障 這個差別就是在於 能不能閃開電線這種細小的物品 RGB鏡頭可以看到環境 全部都能閃開 所以Max V系列它也多了補光燈 就是為了要看到環境 那QRule系列 就需要自己收拾一下地面的電線 主要的差別我覺得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你預算不夠就只能做取捨 QRule Pro我覺得它的吸力夠強 清潔範圍變廣 那一切都是全自動 那它的定位是適合家裡是木地板、磁磚 以及短毛地毯的環境 那它沒有那些比較花俏的功能 但是它便宜很多 打掃很乾淨 而且打掃也很安靜 關於掃透的部分 該給你的全部都給你 你會覺得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口上 好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石頭QRule Pro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